如何踩在运动装备的风头浪尖 如何掌握经典品牌的私立往事 如何锻造淘鞋买鞋的火眼接近 吴才说 我说 你听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吴才说 我是吴才先生 今天非常开心 可以跟大家一次性评两双鞋子 其实虽然我个人非常喜欢写的 但我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球鞋收藏家 因为我几乎所有的鞋子都是用来穿的 另一方面我也是一向的吉利 希望能给大家推荐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鞋子 那亚瑟士呢就是其中之一了 其实我为什么很少评亚瑟士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亚瑟士的评测视频的收视率实在是太低了 OK 我之前有评过两双 但是他们的点击量到至今没有过百 OK 所以呢 基本上评这个鞋子是一个非常掉粉的行为 但是还是要把这两双鞋子推荐给大家 OK 那就是我拿在手上这两双 亚瑟士的G1000和G2000相信跑步的人 懂亚瑟士的人一定听过这两个系列 G1000跟G2000是两个比较入门级 也是销量最好的两双鞋子了 所以呢 今天就 两双鞋一起奉献给大家 OK 亚瑟士的鞋子呢一向很低调啊 所以呢 鞋子就没有什么好讲的 它不像奈克阿姨 出了很多爆款 但是呢 对于懂鞋的人 或者说对于经常跑步的人来说 基本上人人都是亚瑟士的死忠 OK 所以呢 今天就评的是这两双 一个是G1000 一个是G2000 OK 那我 因为它亚瑟士的鞋子有很多黑科技啊 所以呢 今天就走近一点跟大家评一下 我个人啊 特别建议你一定要晚上看这段视频 因为你睡跑的时候呢 听我讲完这些黑科技 保证你困到睡的饱 OK 那走进来看一下 OK 这两双鞋子啊 一个是G1000 一个是G2000 亚瑟士的鞋子的系 跑鞋的系列 分类非常非常的多啊 那我们呢 我这个红色的呢 就是G2000 OK 蓝色的这个就是G1000 亚瑟士的跑步鞋呢 总的来说价格都是非常非常的高了啊 基本上没有1000块钱以下的亚瑟士的跑步鞋 我说正经的啊 那不说一些入门级 或者来入门级都不算的 OK 那亚瑟士的鞋子呢 但是呢 我个人也就推崇了一个想法 就是说你与其买两双 呃 烂鞋 不如买一双1000的好鞋 或者说你与其买五双200块钱的鞋 不如买一双1000块钱的鞋 那这些亚瑟士的鞋子呢 每一双我都值得推荐 OK 那首先来说G1000啊 G1000呢算是一个比较 怎么讲 基础款的慢跑鞋呢 也算是一个日常的慢跑鞋 OK那其实作为一个日常的慢跑鞋呢 这算鞋子的重量 基本上是300多克左右 算是一个中规中矩的重量了 那这一千呢 它的中底啊 流线感很强 而且这个清晰的弯槽的设计呢 让这个鞋子 跟国内普通的运动鞋 有非常大的区别啊 你如果手头有耐克 或者阿迪达斯的话 你可以把你的鞋子拿出来看一下 它的鞋底的复杂程度啊 是一般的运动鞋没法比的 但是呢 这双鞋子作为一个基础款的鞋子呢 基本上可以满足 大多数人日常的这么一个跑步的需求 OK 那另外一双鞋子呢 G2000呢 它就是一个算是次顶级的跑步鞋了啊 那G2000呢算是 集合了亚瑟是最成熟 最重要也是最实用的一些科技 所以呢 G2000的鞋子 在跑鞋时长上的火爆程度非常的大啊 基本上说是亚瑟士的一个代表座 基本上跑友呢 人手一双接两天啊 它主要目的是给日常以健身为目的的 这样一种慢跑来使用的 那这个鞋子为什么说亚瑟士的鞋子很屌呢 那我给你讲完之后呢 你应该会对亚瑟士的鞋子有这样一个更加新的认识啊 首先 我们从外底开始说起啊 我们就随便拿一双好了 比如这双鞋子 OK 有看到它的鞋底这边呢 有一个英文字母啊 不是很清楚 我来念一下是guidance line OK guidance line呢 是怎么讲 是一个 我不知道该怎么翻译啊 它懂英语的应该知道啊 它应该说是一个引导的一个线 OK 从这边到这边 这条线呢叫guidance line 这条线的作用是什么呢 它这条线啊 可以有效的指导你的脚跟到脚趾的一个姿势啊 提供一个平稳和舒适的跑步旅程 同时呢 还能减少能量消耗和缓震的疲劳 OK 这里有guidance line 同样呢 像这个G1000 它虽然是基础跑铁 同样有guidance line 有这样一条 OK 那 那我个人觉得呢 guidance line 不仅能够缓解这样的一个疲劳啊 同样呢 还可以缓解一个鞋子的内翻和外翻 那OK 这是第一 第二个呢 是就是这样的两个黑色的 这双鞋是黑色的 这双鞋是粉色的 两个这样一个 倾斜向下的这样一个塑料的片 这个鞋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科技呢 同样也是 叫 Trustic System 我一般 不是我一般 是人们一般呢 叫它 叫一个中桥的技术 它一般呢 是树脂叠加的 在这样一个中足的部位 目的呢 就是为了加强整个鞋子的一个韧性 来提高它的稳定性 早些 早期的一些 中桥呢 是一些用的一些 是一些比较厚的塑料片 到现在到了G2500 或者G1500代的 这样的中桥的塑料片呢 一来呢 是比往常薄了很多 二来呢 也从之前的一种完全覆盖式 变成了一个两个条状 那中桥的技术是为了保护足弓的 所以 即使亚瑟是赤足系列的跑步鞋 都有这样的一个中桥 所以呢 我觉得可能比 耐克家的赤足系列 要跑步鞋 要厚到的多 我之前有评测过耐克的赤足系列 你也应该有看到 它耐克的系列呢 更加强调的是一种 给你一种光脚跑步的一种感受啊 但是呢 这个呢 就相反 它会给你一个 呃 一个更加 更加强调一个保护的作用啊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 比较好的一个运用 OK 那自从Guidance来运用以后呢 中桥的结构也相对于 以往有了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 变成了条状以后 我个人觉得 首先它一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减少这个鞋子的重量啊 当然了啊 对于一个跑步的人来说 其实300多克的重量 到350克 400克 其实你的感受不会很明显了 OK 那这是一个中桥的介绍啊 另外呢 这个鞋子还有介绍啊 如果你 这个真的是你要很 仔细研究你才能看得到啊 比如说这个 这边有一个 A-H-A-R 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个英文字母啊 A-H-A-R加 同样呢 这个鞋子也有啊 它是写在了一个比较靠内的位置 OK A-H-A-R呢 是一个亚瑟士的一个外底的技术了啊 早年呢 是A-H-A-R 到现在呢 已经进化成了A-H-A-R加了 那这个鞋子的 所以呢 那亚瑟士的鞋子呢 它最大的好处之一啊 就是它耐磨性非常的好 那个人 这个A-H-A-R 就是一个耐磨的橡胶了 你如果同样 不怕比较啊 你是如果手头有其他牌子的跑步鞋的话 这个蓝色呢 就是它的橡胶的厚度 比如看到 大概有 接近一厘米的厚度了啊 那你可以拿出你的跑步鞋来看一看 就是鞋底 橡胶的部分的厚度有多厚 你一比较就能比较得出来 这个橡胶超级厚啊 所以呢 一般跑友啊 体重不大的跑友 穿这个鞋子 或者这双鞋子 亚瑟士的鞋子呢 基本上要跑累计 可能要2000到3000米之后才会废掉 换句话说 你如果每天跑2000米的话 要跑1000天啊 差不多 天天跑2000米 跑三年之后 耐磨橡胶的位置才会废掉 当然了 你如果有两双鞋的话 个人建议你 最好两到三双鞋换着穿 这样一穿的话 这个耐磨橡胶就几乎是等于说是长命百岁的这么一个 耐磨橡胶了 非常厚 包括你前脚掌 我现在手头没有拿其他的跑步鞋 你手头如果有耐克或者是Ultra Boost 或者是NMD的厚度 跟他比一下 蓝色的部分 包括这个 橘黄色的部分 非常非常的厚啊 我个人特别喜欢这个耐磨的技术 因为 性价比嘛 还是要通过一个时间的考验来才能穿得出来的 所以呢 耐磨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OK AHR介绍完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它的中底啊 中底呢 它用了 这边应该有写吧 OK 这里有写 有看到 我不确定这个镜头能不能对准 我的鞋子有没有放到中间啊 是SPEVA 那我们呢非常熟悉的一种鞋底的材质呢 叫EVA的材料 那SPEVA的材料呢 就是比EVA的材料的重量更轻啊 一般所以呢 嗯 基本上是 算是中底里面的顶级货色了 差不多比普通的EVA 轻了百分之三十到四十这个样子 OK 另外呢 两双鞋子都有SPEVA啊 当然呢 这两千比这一千更高 更屌的一点呢 在于它的内侧 有看到 这里有写一个 Dynamic Domex OK Dynamic Domex呢 同样是一个防倾斜的装置啊 那这一千呢 就没有这个Dynamic Domex的一个 有Domex OK 这边有鞋 但是呢 这边是一个动态防倾斜啊 那这一千呢 比较低版本呢 就指你是一个防倾斜的装置了 因为跑步的时候呢 你的脚稍微崴一下 是非常严重和可怕的一件事情啊 那这样 这两千呢 是一个动态防倾斜 这一千呢 是这样 有写到一个Domex啊 是一个普通的防倾斜的一个装置啊 这个鞋 它这个普通防倾斜的装置原理呢 就是用了 运用了一种双密度底啊 它可以根据你鞋子 跟不同的地面呢 有一个动态的变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OK 那 另外还要说的啊 你如果 对于这些科技 听到这里的时候已经困了呢 我个人建议啊 你买亚瑟士鞋子的时候 一定要买它的屁股 会买一些IGS OK 一定要买写这个的 一个 一个鞋子啊 随便哪一个版本 因为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IGS是 是亚瑟士的一个 算是一个技术包吧 你像这一千比较低版本 它背后的 直接用了一个3M反光采一种没有IGS的一个技术包 那这个技术包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它用英文讲叫叫 怎么念来讲 impact guided system OK 是专利缓撑吸震技术啊 这个技术包的统称呢 怎么讲 它在避震性 在缓震性 在透气性 在抓地力 在弯曲性 轻量化 耐久性 稳定性 和包裹性方面呢 都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表现啊 这其中 透气性 我要打个分号 但是其他几方面呢 真的是没得说啊 所以呢 这简直 就是一个 十全大补完的一个技术包啊 所以是还是非常非常屌的 OK 缓一口气啊 当然了 这双鞋子最屌的亚瑟士啊 在于它的挚有胶了啊 OK 这边应该有血吧 OK 这是血 挚有 OK 那挚有胶呢 是亚瑟士 缓震性的一个体现了 我之前有评 Ultra Boost的时候说呢 Ultra Boost在 人类历史上的缓震系列里面 算排进前三了 那第一是谁呢 就是 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 亚瑟士的挚有胶呢 亚瑟士的挚有胶呢 不是传说啊 是事实 你的生鸡蛋从六米高的高空 如果生鸡蛋哦 垂直下落落在这位胶上的话 生鸡蛋是不会碎的 为什么 因为这位胶有一个超强的吸震功能 OK 你去网上搜视频 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实验 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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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怎么讲 能够证明这一点啊 那所以呢 因为怎么讲 跑步鞋 尤其是长跑的人来说 最重要的 要保护的一个位置呢 就是他的膝盖呢 这种技术呢 就是很最好 能够最大程度的保护到你的膝盖吧 因为怎么讲 可能很多人来说 不太注意跑步鞋的这么一个减震的地方 他可能会觉得 尤其是国内可能到目前来说消费水平还不是很高的时候 更大的时候可能是看外观 其实女生或者是男生的话 是觉得这个鞋看他够不够屌够不够潮啊 包括很多人凹出不死的去跑 长跑 那绝对是一个烧鞋 又烧身体的这么一个行为啊 那同样的 哎呦 鞋子掉了 同样呢 他的除了只有胶之外呢 他简正的另外一个厉害的地方 在于他的鞋垫了 他的鞋垫也不是普通的鞋垫啊 鞋垫呢 运用了一个叫ComfortStream的一个鞋垫的技术啊 那主打呢 就是这个鞋垫不是啊 G1000不是 OK G2000是 所以你看G1000跟G2000 其实还在很多方面是有差别的 是这样的一个鞋垫 OK 这个鞋垫的好处呢 是可以达到一个快速的吸汗 快干和防菌的一个功能啊 看起来和这样普通的鞋垫 你看G1000就是一个普通的发泡PU鞋垫 那G2000呢 他就会有这么一个 嗯 怎么讲 升级啊 你能看到他的气孔 是不一样的 OK 所以呢 因为密度 这个鞋垫的密度够低啊 而且还蛮厚的 其实你拿蓝球鞋的很多 蓝球鞋 包括科比的鞋 鞋垫都没这么厚 OK 也足够软 所以呢 能够很好地跟你的脚贴合 来达到就蛮一个 怎么讲 适应的脚型的这么一个作用啊 那其实这双鞋子的科技还不止这些了 有没有听到我说到现在已经觉得有一点烦了 OK 其实鞋面还有很多啦 比如他鞋面的材质 是有他的科技 包括这样的一个 简单的亚瑟士的logo 其实他是用了3M反光条的 当然在这边 他就不叫3M反光条了 他有他自己的名字 OK 那当然了 G1000呢 就没有这样一个反光条 反光条的好处呢 就是在你夜跑的时候 如果有车啊 或者什么过来的时候 打到反光条上 会有一个爆闪的 这么一个效果 保证你个人的安全啊 所以呢 这是另外一个 OK 那简单的介绍就这么多啊 总的来说呢 G1000的价格会比较低一些 G2000呢 会相对啊 高一些 但是呢 一分价钱一分货啊 包括我刚才前面在说的过程中 你应该能感受到了 当然了 G1000跟他们的区别还有很多了 为了保证这个视频的长度呢 我就不急于说下去了 总的来说 再给你一个购买建议啊 首先第一 你一定要买这个 后面最好是要有IGS的 如果你的经济实力允许的话 第二的话 G1000 你就没必要海淘了 OK 因为这个运费下来 都占了这个鞋子的价格的 很大一个比例了 国内的话 应该也可以买得到吧 但是呢 不要走淘宝啊 这个鞋子真鞋和假鞋的区别 比耐克的鞋子 大得多得多得多 OK 所以呢 一定要走靠谱的 如果你所在的城市 有专柜的话呢 你就最好直接去专柜买 这是第二 OK 那第三呢 如果 呃 如果怎么讲 如果你的经济实力允许啊 嗯 这个亚瑟士的鞋子 其实这一千跟这两千 都还算是 啊 入门级和次顶级了 它顶级的跑鞋的系列 那才叫一个多 OK 所以呢 我单介绍这两双鞋 你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 这双鞋子的科技运用 非常非常夸张了 包括我刚才还没有介绍完啊 它鞋底的TPO啊 它的这样一个中底的材质啊 包括它的鞋子内里的 科技运用 我都没有说 为什么呢 留给后面介绍一些 顶级的亚瑟士跑鞋的时候 再慢慢讲 总的来说呢 亚瑟士是我个人非常非常推荐的啊 虽然很多人觉得它不好看 尤其是这个 logo太丑了 跟耐克阿迪没得比 有没有 但是呢 我怎么讲 你如果经常听我介绍 耐克或者阿迪的鞋子的话 你可能听到的 觉得 好无聊啊 台词每天就是 超正点 或者说 超爆 或者是介绍它一些背后的故事比较多 真正的科技运用了 耐克最多就是一个 Flyknit或者 Flywear的网布 加上一个鞋底能给一个zoom 气垫就已经很良心了 有没有 但是呢 你跟它这一双鞋子 所包含的科技比起来呢 耐克阿迪真的真的 只是一个 不适合平时逛街穿的鞋子啊 你如果长期运动的话 早点买一双亚瑟士 OK 不会后悔的 OK 那鞋子介绍就是这样 我还要露面吗 不用了吧 OK 那我就不露面了啊 最后呢 两双鞋子 以两双鞋子的样子 跟大家收尾 要说的是 如果你喜欢我的评测视频 或者有什么建议的话 记得转发订阅 OK 最好还来个赞赏 我也不会拒绝 OK 那我们下期 拜拜 拜拜